前一篇文章里面我们提到这个Vim的text object 也就是依据这个单词或者是句子来去编辑文本 然后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应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比较常见的需求 也就是给这个单词加括号 平常的话可能你都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我们来去给一个单词添加一个双引号 你可能都是先移动到这个单词开头 然后打一堆这个方向键移动到单词尾部 然后再打一个双引号 对这样的话操作效率其实非常低 而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插件的话 其实它就是用来解决这个成双成对的这种编辑的问题的 就是如何快速的来去修改这个 比如说修改把单引号改成双引号 然后或者是改成括号等等 或者是快速的去删除这个双引号或者是括号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简单的使用 在这里我会演示一下如何来去快速的添加修改 以及删除这个括号 就是成双成对的这种括号或者是引号等等 我们首先来去把原来的删除保存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添加添加的话 实际上我们使用这个U Surrounded这个命令 也是YS 后面跟上要操作的Text Object 这里我们用这个IW 也是InnerWord 最后我们需要加上这个我们需要添加的引号 连贯起来就是U Surrounded 然后InnerW 然后我们加上引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添加进去了 也是这种是添加的操作 也是首先我们用YS 也是U Surrounded这个命令 加上这个Text Object的对象 IW表示这个InnerWord 最后我们用这个双引号来就给它添加双引号 接下来的话 如何是修改这个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双引号改成单引号 我们使用这个Change Surrounded 也是CS 加上我们需要修改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引号跟最后的引号 跟我们需要新改的这个引号 比如说在这里我把双引号修改成单引号 用CS双引号 然后再改成单引号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原来的双引号改成单引号了 比如说我们再把这个单引号改成方括号 我们用这个CS 然后引号再加上这个方括号 这样我们就把它改成了方括号 方括号的话实际上有两个 它们的区别在于 你使用左方括号的话 它会给你添加一个空格 在这单子两边 比如这里我们用 我们把它修改成一个 还有空格的一个方括号 我们用CS 然后引号 然后左方括号 对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有这个两个引号 我们再把它改回来 对最后的话我们就是删除 删除的话我们用Delete Surround 这里我们比如说我们用Delete Surround 然后加引号就把它删除了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 去操作双引号或者是括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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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